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本身是住在乡村、农村 所以是属于甘榜小孩 我们家里就是我哥哥他们买了那个唱机 除了那些流行歌曲的那些唱片以外 他们也收藏了两张那个就是笛子的唱片 一播出来的时候我就被他的那个旋律 被他笛子的音色被他演奏风格深深的吸引 我们那个年代应该是我相信玩这个乐器的 就是脑袋里面也没有当全职这种想法 只知道说好玩玩得开心玩得有成绩 根本没有去想以后会成为那个所谓的专业的什么的 我STIP以后呢就去当兵了嘛 其实在这个当兵的时间我利用很多那个当兵的时间 在笛子方面我下了很多苦工 服务完艺以后呢我就出来工作 在一间那个美国的电子厂当那个technician 工作了一个半月 人民学会这边我们有一位笛子手 他被邀请到香港的华业团 所以这边就有一个空位 所以当时他们就问我的意思 看我想不想专于这个fulltime的华业团 这就是我踏入成为全职音乐家的第一步 除了平时念笛子 其实我也是蛮多爱好的 特别是在COVID的时候时间比较多 有一天我就从那个YouTube里面发现这个植物的一种价介 所以我就研究了把它拿来做我的那个富贵花的一个价介 结果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些效果出来 如果是要我给年轻演奏家一些建议啊什么的话 我觉得上音乐会嘛就是我表演 说老实话每个人都有压力 那么就是要就是消除这些顾虑的话 我觉得首先呢就必须要充分的准备 然后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多的那个压力 在台上尽量做到最好 那就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压力那么大 但是也不必购心 但是很想要保持这个证明 我们的证明 我们的证明 就是我们的证明